那个原件是不是你拿的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这个案子是程尧 程尧独立办的 我从来都没有插手过 我甚至连他的原件 我都没有见过 跟横框碰了 你看看 这个是什么 你害怕被办公区的摄像头 摄像头拍到 把公司的电查关了 但你这些小动作 正好都被走廊里的摄像头给拍到了 全公司这么多穿白色衣服的女性 你怎么就能确定这个人是我呀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是不是你拿的 我没有 钱恒 我知道程尧他离职了 你心里很不舒服 但是你不能把那个怒气 发在我的身上吧 程尧他自己办案子办不好 在俊恒待不下去了 这跟我没有关系 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你也是一个资深律师 说什么都是要讲究证据的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配合验证的 我都配合 我自证清白 你确定你没碰什么 是 你也愿意自证清白 没错 行 跟我去做个指纹检测吧 如果你真的没有碰的话 那材料上绝对没有你指纹对吧 现在你去 你为了他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你现在把我职业当成犯罪嫌疑人啊 是不是程尧跟你说什么了 你还有脸跟我提他 他甚至没有说过你一句坏话 而且他绝对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无条件相信他 走 跟我走 走啊 走啊 程鸿 对 就是我做的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人家勾引你就上钩啊 抽搐维护他 你闭嘴 程鸿 你这个人的心是死的吗 你这个人的心是死的吗 知不知道我这嫌恋对你 我不想知道 阳一元 我曾经非常佩服你的工作能力 但你现在毫无执意道德可言 我希望你能当面澄清 并且向程尧道歉 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会报警 让警察还他清白 我们俩所有的对话都有录音 自己听 陈恒 天鹤 知不知道如果你报警了 我的职业生涯就会了 那你更应该知道 同你陷害程鸿的那一刻起 就会有今天的结果 结果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